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百三十四集 可是这些混蛋虽然可恶 但却没有原则性深刻的矛盾 真正刀出见血的争斗 恰恰是在掌房自己里面 我家四姐你知道吧 玲瀾沉默两久忽然道 就是嫁入永昌侯府的那个 固体液围巾点点头 我与她从小就不对付 玲瀾伸出手去拉她的大手 触手出一片冰凉 她不喜欢我 因我抢了她在祖母面前的体面 抢了她在先生跟前的风光 抢了父亲对女儿的关怀 而我也不喜欢她 她这人心地不好 固体液也侧着脸 她虽不知明来为何要讲这番话 却静静地听着 又一次 我花了半个月给父亲祝寿的心邪 她借口看花样 故意给剪坏了 我只好连夜赶制 熬了几夜不睡 重做一双 迎来语调平静的叙述 低着头一下一下的 柔柔地揉着顾亭叶的大手 从小到大 她算计过我不知多少次了 在父亲跟前说我坏话 在太太处挑拨离间 我往往要花加倍的力气 才能转还地回来 为了提防莫兰 她从来不敢送吃食给父兄 每一次她都小心翼翼 你怎么不狠狠还回去 顾亭叶沉着面孔 反手握住明蓝的小手 掌心温软滑腻 心中微疼 向她生母早亡 虽有祖母庇护 但到底身负跟前 没有说话的人 上有脾气不好的嫡母和嫡姐 下有宫于心计的姨鸟和树姐 也不知这些年怎么过来 一开始是没能耐 想不出好法子来 明蓝仰着脖子 苦笑着回忆 这是真话 后来大了些 我也暗中欺负了她几下 出出气了 可惜败多甚少 顾亭叶冷硬的嘴角 浮出一抹笑意 点了一下她的翘鼻子 轻骂 你可没用的 在她看来 小姑娘之间的斗气 到底只算是脑家家 有一次 她差点拿碎词 把我的脸画破了 那次 我气急了 就想着 将来她倒霉时 我一定狠狠地落尽下石 明蓝轻咬出唇 笑得小小淘气 顾亭叶点色巨变 不带她开口 明蓝富有归于平静 可现如今 我却不那么想了 她顿了顿 淡淡的 只要我过得比她好 她没瞧见我一回 就会难受得要命 就会彻夜反复 睡不着觉 以她对墨蓝的了解 眼看着自己 风光锦绣 看着如蓝 幸福美满 会比杀了她还难受 嫉妒和悔恨的毒牙 会夜夜拭咬她的心 折磨的她 辗转反侧 顾亭叶 微闺眯其眼 她是聪明人 如何不明白 明蓝的意思 四房五房 常年处于老侯爷的庇护之下 早不懂得如何应对 外头的风雨 下头子孙 也没看见 特别出息的 掌房的顾亭伟 读书到如今 还只是领身 对比顾亭叶如今的绅士 可以预见的未来 定然死消彼长 你也不要气愤 也用不着憋屈 我们一定会过得比他们好 明蓝阵色 看着顾亭叶 语调柔软坚定 只要让他们 看着我们好 便什么气都出了 你真觉得 我做得对 顾亭叶低语 神情迷离 目光中 尽有几分迟疑 急切地望着明蓝 似乎等一个保证 气王母的冤屈于不顾 只为自己 你做得对 而且 婆母的冤屈 不会就这么过去的 明蓝异常坚定地点点头 你可以为她请风 为她见词 请德高望重的祖老 为她重新立谱 让顾家以后的子孙 都知道白氏夫人 与顾氏的恩德 要知道 顾家以后的话 由你说了算 历史 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多少失败者的故事 被淹没在 尘封的往事中 以后 顾亭叶要怎么光 要赞美白氏 都可以 说得难听写 以后那些混蛋 必然还有 求着顾亭叶的地方 到时候 索性让他们组团 去白氏林前 磕头忏悔好了 说得好 顾亭叶目色一亮 低头 思索了一会儿 面上的迷惘渐退 嘴角 富有自信 缓缓 站开沉静的笑意 该怎样做 我就怎样做 不用为了那些 不值得的人 绕路另走 明兰知道她想开了 连连积节称赞 表示对她的英明抉择 热烈欣赏 她俊目如星 浪梅修掩 近近明视着明兰 轻轻抚着她柔嫩轻软的脸颊 明兰顿时脸红了 认不住去看窗外 她自不觉 侧过英挺的面颊 微笑着端立如画 她低声道 你真好 明兰的脸更红了 随即呼得长袖一展 明兰还没意识到 便被秘密地 拢在她怀里 鼻端嗅着熟悉的男人味道 夹杂着淡淡的沉香水 赫金丝线缠绕的袖口 如葛藤之曼 依附着缠影薄纱 沉若结骨的男人身影 在耳边响起 她低声道 我要你在这府邸之内 在你规格之外 凡尽我所有 以我所能 事事皆要如你意 顺你心 灵兰被宽大的巢幅袍袖 照得满头满脑 什么也看不到 暗子默念十八点 难免的甜言蜜语 心不得 却抑制不住 心头扑扑乱跳 待她更衣里去后 明兰还趴在软榻上 窗台上放着一盆 清浴水嫩的 君子兰幼苗 她望着 微微出神 她那么聪明 敏锐 阅理丰富 什么道理想不明白 什么利益关系 又理不清 可是再充分的道理 首要掀过了心理那一关 顾廷夜 终究还是有些本事的 她想得出了神 慢慢从袖中抽出了一张信尖 是今早从她衣袖之中掉出来的 子不教 父之过 身性直率真知 今日之晚烈 竟是五之过错 不知身在何处 思念甚矣 万望凶爪 照付一二 不教此子 困于寒暖为代 败之谢旨 恳求 纸张 微归发黄 纸质 脆弱已急 似被反复揉咒后 又展开铺平的 上头的墨字 有几处圆圆的水迹 一滴一滴的 蕴染开那苍老颤抖的笔迹 明兰忽然觉得心头 微微发疼 顿顿的疼 其实 她是很好 很好的 做了飞出几院的事 固体也心里终归不痛快 明兰少不了好言开解 撤些乐事来逗她开怀 她不大会说笑话 只好用曝光自己幼年的糗事 来达成此目的 一直聊到根深入众才歇下 第二日明兰不免晚睡了些 还没等她睡到自然醒 宫里就有人来掀职了 甘菊气急败坏地冲进来 明兰当机被活活吓醒 连滚带爬地下床 梳妆穿衣 要是因为自己睡晚而耽误了截职 那估计自己立刻会沦为满京城的笑柄 索性外院的好管事颇会来意 好茶好点心 加一火车的奉尘 把那宣纸都哄住了一会儿 明兰这才穿戴好 朱冠想配 出来截止 那来传玉的奉的是义指 明兰脑袋还不甚清楚 一通贫似利溜下来 她只听出冒似在夸自己 温存闲静 笑体唇哑云云 并赏赐若干 先必明兰连连称谢 扣些黄恩浩荡 都没敢多看那盖着明黄景博的箱子一眼 先紧着行贿 不着痕迹地塞了个素色锦囊过去 里头是她急忙之下 随手抓起的一对沉甸甸的 沉町琥珀香金环 她嫌爆发俗气 一直没带 那内环大约三十上下 伸得老实敦厚 体型发福 她手法娴熟地松开锦囊一瞄 目中化过一抹微不可查的满意 不动声色的攻身 夫人也忒客气了 这如何是的 一件小玩意儿罢了 我瞧着怪好看的 大人可别嫌弃了 宁兰笑得腼腆 这是她第一次和太监正面打交道 加倍地说话小心 夫人别多理 什么大人不大人的 小的哪敢当啊 夫人叫我一声小童便是了 那内环总算开了笑颜 随手把锦囊塞入袖中 明兰知道自己没称呼错 心下微平 要知道有些宦官并不喜欢人家叫她公公 她笑容更加和煦 这么大清早的 老饭桶大人跑这一趟了 可用过早饭了 您要是不嫌弃便再设下用些吧 南边新送来的稻米 熬了糯糯的青粥 配上前几日山里打来的 酱薰张子肉和小烟菜 难可口的 大人不如用点 端庄年少的贵妇人 笑容可居 语气 亲切柔缓 并无半分逢引之意 反若遇到自家的亲朋 热忱的招呼 吃早饭一般 纯细自然的真诚关怀 那同性媚患 不由的心生好感 眉开眼笑 小的倒是想叨扰一二 可惜要赶着回宫复旨 今日便算了吧 皇后娘娘往日提起夫人 尝试夸赞的 林兰不好意思 哪难道 娘娘谬赞了 臣妾惭愧 这么无功无劳的 怎么好意思领受这般重赏 拍了半天马屁 这话 才是重点 不是他说自家的丧气话 陈青这两三个月来 他只管自扫门前学 没有布施 增计过偏人 不曾尽乡捐钱 来许愿 过他名单 也不热衷 参加贵妇圈的活动 闲来不是睡觉 就是看账本 除了收宫里的赏赐时 念两句 天恩浩荡之外 从没想起过皇帝皇后 一家子 像他这样的 既没上进心 又懒散 没有任何由头 夫人天降重赏 他不免多想 同内宽 何等人精 颇有深意地笑了笑 不必惶恐 夫人 夫人虽身居简出 然惠明远扬 左个儿皇上还说 顾都督办事 沉稳恋达 颇有名臣之风 想来是多亏夫人贤德 一是都督 驾宅无忧 安心勤于王室才是 明兰满是敬仰的目光 望着同内幻 这话说的真有水平 他一个宅女 还惠名远扬 好比说 北约是和平组织 那么不靠谱 带送宣旨的一上队走后 明兰满腹心事的 独步回屋 叫单局打开赏赐的 几个贴金城项目的箱子 先是霞红 水蓝 天壁 木矮 四色共断 各食品 曝光流动 脸艳称眉 单局一边茶点 一边喜滋滋的回头 这颜色真漂亮 文化也漂亮 带着热天过了 找紧资格的老师傅 给姑娘做几身新衣裳 穿回去给老太太瞧了 她定然高兴 她一乐 又忘记新城湖了 把酒长一遍 追忆远摇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是愿意